小孩注意力不集中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 每个孩子都情况不太一样 但是归纳起来呢 就是有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两种 生理性的这种孩子呢 就是说他出生以后 他的天性他的性格就是活泼好动 情绪比较高涨 这类孩子呢 他容易被外界的事物所吸引 外面有一个动静 就把他的注意力就吸引走了 而且这些孩子呢 他做不了很长时间 因为他活泼好动 他稍微做一会儿 然后他就会干点别人的事 这种呢就是说 可能和家庭的这个遗传也有关系 这种一般是属于生理性的 这个孩子没有什么疾病 但是就是有在这么一段时间注意力不集中 另外呢就是病理性的 病理性的就是 比如这孩子家庭有遗传性的疾病 或者是呢 神经地质功能失调 另外呢还有大脑发育不良 就是一般是轻微的 如果大脑发育要是重度的发育不良 它就归到别的疾病了 它有轻度的 好像也不觉得这孩子有什么大脑发育不良 但是呢有轻微的 有可能导致孩子的不集中 另外呢就是说中枢神经系统有疾病 不论是感染性疾病 还是肿瘤呀 非感染性疾病 都会刺激这个孩子 注意力不集中 另外还有一种神经精神性的疾病 比如儿科比较常见的 一个是多动症 另外一个疾病的名字叫学习困难 这种孩子都会引起的注意力 不能集中很长时间 不停不停不离 我们在上面